你看這個這樣 這樣才會知道 比你這個比較知道 你這個好像一顆 聽著志工介紹輔具 老太太試用助行帳 比起雨傘又多了三個支撐點 週期路來更穩 直說好方便 不只有輔具租借 社區整合照顧服務中心 還提供健康諮詢和學習課程 幫助年長者延緩老化 也讓年輕人有喘息空間 馬街的那個志願是把這個地方 當作一個核心熱點 熱點是有把它發展出去 42個里通通可以來救命進場 不是只有單一 那我是站地力之變 那我們當然是從頭 從籌設開始我們就參與一下 當然是我地力變 當然也要花很多心血 來參與這個事情 知道中山區要尋找石頭湯照顧據點 江山里長劉陽健 積極找尋核式地點 考量到長輩們通行安全 懸在河江街巷弄內 一旁還有公園可以就近活動 同時整合周邊學校資源 又由馬街醫院專業護理人員 進駐為年長者的健康把關 健康的促進啊 還有營養的衛教啊 還有一些園域的活動 除了在疾病的這個治療之後之外 也很重視這個預防醫學 那麼重視預防醫學的話 就是要走入社區嘛 整合醫療資源 馬街醫院團隊走進社區 宣導預防醫學觀念 更花錢整修長照據點 希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台北市政府推動長照服務 在各區同步啟動石頭湯照顧據點 要鼓勵年長者走出家門 以讓長輩們就地安養 減輕年輕人照顧負擔 開播到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參謀報導